一包包飽滿的福袋 裡頭裝得全是學生們必備的文具用品 台東市攤販協會理事長 同時也是台東市民代表的陳真福 本著回饋母校的精神 在歲末年中捐贈文具的愛心善舉 沒有間斷過 日前捐贈了數百份的文具用品 給仁愛國小的學弟學妹們 其實他們也在這裡白天 也有他們的學校也有很多 他們的學長也很體諒 我們這些比較基層的老闆 一隻在生活 所以說我們每年到這裡 李鑑士輝我們都有幾個 要關懷就說 這裡人好 這裡比較弱勢的 他們好長和補助 他們也很心在跟我們配合 在關懷這裡 如果我做理事長的一天 我就會支持 人好 這裡比較弱勢的團體 謝謝 非常感謝我們陳代表 就是這個寒冬的行為 我們宋蘭 準備兩百份這些東西 要來送我們小朋友 叫文具 除了關懷之外 我們也體會到社會穩亂 社會穩亂 平常陳代表也跟他的心 都會協助學校 包括我們的處理 我們學校的企劃 建 方面 或是衛生方面 平常跟陳代表都會做一個溝通 所以他們也都很熱心來協助我們來整理 在歲末寒冬季節裡 收到充滿愛心的禮物 小朋友們非常的開心 更感到溫暖 也感謝大學長的捐贈 並且表示會好好的珍惜 善用這學長的愛心禮物 感謝台東市參辦協會理事長陳代表 贈送新年禮物給我們 祝陳代表身體健康萬事 東台新聞溫格台東市報導 東